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八卦秘籍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 主播直播逛超市 购物车便赛车现场 二 小松鼠闯入演唱会 偶像与动物共舞台 三 演员假日化妆直播 粉丝团便美妆课堂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主播直播逛超市 购物车便赛车现场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将一同穿越时空 回到了21世纪初的一个奇妙现象 主播直播逛超市 这是一个将日常购物 变成娱乐节目的时代 而我们的主角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在镜头前 展示他们购物技巧的网络主播们 想象一下 你打开了某个直播平台 眼前出现的是一位主播 他或他正站在超市的入口 准备开始一场 不同寻常的购物之旅 镜头前的主播 不仅仅是购物者 更是导演 演员和解说员 他们的任务是将一件件商品 介绍给观众 同时还要保持直播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随着直播的进行 我们看到主播的购物车 逐渐变成了一辆赛车 不 这并不是说购物车真的变成了赛车 而是主播在直播中为了增加趣味性 将购物车推得飞快 穿梭在超市的走道之间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F1赛车比赛 观众们在弹幕中加油鼓劲 甚至下注主播会不会在下一个转弯处撞到货架 这种现象背后 其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中 消费文化和娱乐的融合 超市不再只是一个购物的场所 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社交互动 娱乐观众的舞台 主播们通过直播逛超市 不仅推销商品 还创造了一种新的观看体验 让观众们在家中也能感受到购物的乐趣 而这种直播方式 也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时代下 人们对于及时性和参与感的追求 观众们不再满足于 被动的观看广告或者节目 他们希望能够实时参与其中 影响直播的走向 甚至通过购买主播推荐的商品 来与主播产生某种连接 总之 主播直播逛超市 购物车变赛车的现象 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社会现象 它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反映了现代人对于消费 娱乐和社交的新态度 而我们 作为观察者 不妨也乐在其中 享受这场现代社会的超市 赛车大奖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小松鼠闯入演唱会 偶像与动物共舞台 哈哈 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一丝幽默感 想象一下 在一场盛大的演唱会上 灯光璀璨 音乐震撼 歌迷们热情沸腾 突然 一位不速之客 一只小松鼠 毫无预警地跳上了舞台 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不仅是一场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奇妙展示 也是一次偶像与动物意外共舞的 去世 首先 我们可以从动物学的角度 来分析这个小松鼠的 不同寻常行为 松鼠通常是数期动物 对于高音量和人群的喧嚣 通常会感到恐惧 然而 这只小松鼠的出现 可能说明了 它对于人类活动的适应能力 或者它可能只是在寻找食物 而误打误撞地 成为了演唱会的意外明星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事件可能反映了 人类社会对动物的态度 在这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 动物往往被忽视或被看作是娱乐的对象 然而 这只小松鼠的出现打破了常规 它无意中提醒我们 动物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 它们有时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 进入我们的生活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小插曲可能给观众带来了意外的快乐 在期待中的演唱会中 一个小小的意外能够成为一种心理上的调剂 让人们的情绪得到释放 甚至成为一种独特的记忆点 最后 从娱乐产业的角度来看 这只小松鼠的出现可能会成为演唱会的一个亮点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为演唱会本身带来额外的关注和宣传 偶像和小松鼠的共舞 可能会成为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甚至被制作成各种搞笑的表情包和视频 增加演唱会的传播效果 总之 这只小松鼠的意外出现 不仅为演唱会增添了一抹自然的色彩 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奇迹 它让我们意识到 在我们精心策划的人类活动中 自然界的成员 有时也会以最不可预测的方式 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 而这 无疑是一个关于和谐共处 意外惊喜和生活乐趣的有趣故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演员假日化妆直播 粉丝团变美妆课堂 当然 这个现象是文化和科技眼镜的有趣副产品 想象一下 一个穿着睡衣 手持化妆刷的演员坐在镜头前 准备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一场变脸秀 这不仅是一场展示 更是一次互动的盛宴 粉丝们可以一边观看 一边提出问题 甚至可以给出化妆建议 这简直就是现代版的美丽互动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种现象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 在过去 演员和粉丝之间的距离是遥远的 他们只能通过荧幕或者电视屏幕相见 而现在 通过直播 这层神秘的面纱被揭开了 粉丝们可以一窥偶像的日常生活 甚至是他们化妆的小技巧 这种直播不仅仅是娱乐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教育 演员们通常会有专业的化妆师团队 他们的化妆技巧往往是顶尖的 当这些技巧在直播中被分享时 粉丝们就像坐在了一个免费的美妆课堂上 学习到了如何打造电影级别的妆容 但是 这里面也有一些幽默的元素 想象一下 一个通常在大荧幕上英俊潇洒 美艳动人的演员 现在可能会在直播中出现一些小失误 比如眼线画歪了 或者口红图出界了 这种人性化的瞬间 往往会让粉丝们觉得更加亲切 因为他们看到了偶像也会有和自己一样的小瑕疵 最有趣的是 这种直播有时候会变成一个即兴的美妆救援站 当演员在直播中遇到化妆难题时 粉丝们会热心地在评论区提供解决方案 这不仅仅是一种互动 更是一种粉丝团体的集体智慧在发挥作用 总之 演员的假日化妆直播 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的娱乐方式 它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反映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美 娱乐和学习的新型态度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到技术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分享 学习和成长 而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秀 更是一次关于现代社交互动的有趣课堂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一起回顾了主播直播逛超市 小松鼠闯入演唱会和演员假日化妆直播的有趣现象 这些现象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欢乐和惊喜 还反映了现代社会中消费 娱乐和社交的新态度 在主播直播逛超市中 超市不再只是购物的场所 而是变成了一个可以进行社交互动 娱乐观众的舞台 观众们通过直播参与其中 影响直播的走向 甚至通过购买主播推荐的商品来与主播产生某种连接 这种直播方式让人们实时参与其中 满足了人们对于及时性和参与感的追求 小松鼠闯入演唱会的故事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意外的快乐 也提醒我们动物也是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 有时会以最不可预测的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 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反映了人类社会对动物的态度 演员假日化妆直播则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产物 观众通过直播一窥偶像的日常生活 学习到了如何打造电影级别的妆容 这种直播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教育 粉丝们在评论区提供解决方案 展示了粉丝团体的集体智慧 总之 这些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于消费 娱乐和社交的新态度 技术的进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 共同分享 学习和成长 我们作为观察者 可以在这些有趣的现象中 找到乐趣和启发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订阅我们的频道